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黄一文 美国人文专基金会 联合了美国大鹏文教基金会 将在8月举办重探抗战史的人文讲座 届时会邀请到资深研究员 从不同角度来剖析抗战史 另外还有抗战远征军的图片展 也欢迎迎重参加 为了让人们了解更多抗战历史真相 美国人文专基金会 继美华人文学会 美国大鹏文教基金会 日前联合举办了记者发布会 宣布将在8月举办重探抗战史人文讲座 这次讲座将于8月6号 在圣盖波希尔顿酒店举行 邀请到了胡佛研究院严员 郭戴军教授 他是蒋介石日记的资深研究员 以及知名华裔美籍政治学者 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戴红超教授等等 嘉宾们将以重探抗战史为主题 进行专题演讲 期间还有美国大鹏文教基金会 举办的中国远征军图片展 抗战呢对很多人来觉得 就是这段历史是很遥远 是我们父母亲这辈的故事了 尤其是我们来到海外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了 那透过这些特别领域的专家 还有这个郭教授 他们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希望从历史中 可以取取一些教训 也可以学习 作为借金 让我们在海外的另外 我们的这一代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有一个了解 这次活动形式多样 包括演讲 座谈 展览 以及新书介绍 希望通过这次演讲 能对抗战历史 有一个重新的探讨 另外还特别邀请到了 其他几位讲员 包括知名华裔美籍政治学者 作家以及翻译家等等 明师明家的资深讲解 相信一定会为您呈现 一个精彩可期的 抗战史实深度研讨 这次活动免费入场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通过电邮与主办单位预定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